你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这次小选台风从屏东的鹅丸币登陆 虽然对复理箱相对风雨不像上次海窥台风般的强烈 然而由于正值二期倒坐运碎期 风雨破坏下容易形成空包弹 复理箱农会就粗估了 可能会减产三到四成左右 而农会表示 目前农会器座户有九成以上 都有投保倒坐天灾农损保险 也稍稍减轻农民的农损 相较于上次海窥台风的破坏力 这一次小选台风就显得轻了些 不过复理箱2300公顷的二期倒坐 正值开花运碎期 被小选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沉重 农民看了有苦说不出 为于灌溉水均末端的东里 乌江地区原本因为旱灾预备修耕 索性当时杜苏拉台风带来及时雨 赶着复耕的农民 最慢也在九月底完成了插秧 而小泉的风雨也就影响不大 现在水到的话还OK啦 因为现在干旱 因为上一次台风来的时候 现在的到的都不太理想 被淹在水里有的是吹倒了 然后缩成真的很严重 政府不知道有没有在那边来勘察 不论是结税期还是柴干完成柴阳复耕 碰上了台风接棒来袭 不离乡农会除股可能会减产 不离乡农会除股二期倒作 可能会减产三到四成左右 秘书林辉煌指出积极推广 水到天灾农损保险 也能够稍稍减轻农民的农损负担 轻中重啊 重的很重 轻的很轻啊 对有的才刚采样不久 有跟农民保了一个天灾的保险 水到保险的部分 那我们农会这边是所有的七座户 我们都是以 比较好的一个保险制度 把他们保的 我们有保加强型的 那直接就是说 这一起做 我们是保到百分之八 七十八十 那这个保障呢 只要影响到五% 它就会纳入我们的保险的利益 对 农会有九成以上的七座户 皆有投保水到天灾农损保险 降低农民损失 不过今年二期到座期间 台风接二连三来袭破坏 影响品质产量 初步可能减产三到四成之外 相对价格也将会受到影响 记者时日欲蓝复理采访报道